不對 是因為我們實在是太年輕 實在是因為我們國民黨沒有把我們打 所以我們講錯了 講錯了要跟大家更正 最真實的東西 因為這個國泰醫院的院長 那個陳凱模 陳醫師 陳博士 他跟我們說 你們這些年輕人亂說 他說 日本來台灣有蓋神社 那麼這個神社 國民黨來 不是 這個美國把它炸毀 這樣子 那麼這個神社到底在哪裡 這個神社 後來是美軍炸毀 還是國民黨毀掉 你是說土 對 這是土 土龍寶神社 高雄 壽山上也有說 像大 壽山 壽山 對 因為我們講說那個神社 大概就是現在的中列池 對不起 講大概實在太不精準 其實是在原山飯店 那個時候的神社是這樣 那個時候的神社是這樣 那個說是日本統治台灣最重要的象徵 所以這個後來 這個目前變成原山飯店 另外再更正一下 有一個觀眾朋友他寫信給我 他說這個剛剛講說 埋在台灣的叫名死元二郎 名死元二郎後來他 阿扁把他通知他的家屬以後 他沒有簽葬回日本 他現在葬在三隻 因為有一個三隻的朋友說 葬在他們那邊 這是台灣人要了解的歷史 但是我要再請教一下 不好意思 郭先生你剛才要補充的是 我剛才要說就是 林九時說得沒錯 後藤新平 他對台灣的基礎建成 最大的狀況就是 一開始日本人通在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還有日本 內地資源 災政 對後藤新平的建設之後 一邊拿錢來這裡 還拿錢來這裡集完 是 他才開始財政才開始獨立 而且我們又開始有村 對 他才開始建設 這裡有帶一本 這就是在明治四十一年 一九九半年 台灣的第一場 傳播傳台灣文化的獎品 你看這1908年的 台灣寶寫針 對 你看像這個 開始牛政 喔 這是油務式的 油務式 他那是賠湯就對了 在北門 這是北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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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油局 這是油局後來會消除 所以現在都開新的 北門油局 這是差不多明國 這是明國 一九九半年 清條 清條 明國還沒有產生 明國還沒有產生 清條 1908年就對了 對 我那時候就都 這是什麼 這是應該是電話線 電話線 這補五罐 後補館 好好 裡面的建設很多 整個裡面 我們國以後後 以後後 是 全台灣的國中的建設 交通 像一九九半年 我們縱貫線 四百五罐 你的鐵路 就通車嘛 這全部都是在 兒獄的時候 他說 他說 宜蘭 宜蘭去到哪裡 去到屏東 鐵路 他怕人 1908年 1908 不是 我來補充 剛才認爲 林老師有說 一段 日本人在通地 台灣跟通地韓國 對 朝鮮 不一樣 朝鮮的防明化 幾百萬 但是 如果我們去韓國看 就知道 日本人在通地朝鮮 你看 你去看什麼 看他的皇宮 皇宮 頭前是一個總督府 他的總督府 是他蓋在 他的皇宮的前面 你說要去皇宮 你來經過他的總督府 一大樓就蓋在那角 要經過朝鮮人的皇宮 要先經過日本人的總督府 他的總督府就蓋在那裡 蓋在那裡 蓋在那裡 他是強烈的 所以為什麼說 厚庭新平在台灣 這個政治的實施 跟朝鮮不一樣 那就是說 人在哪一邊的英法不一樣 剛才說 厚庭的生物學 他蓋一個 用政治跟生物學一樣 他蓋鼻木魚跟鯛魚 用鼻木魚的兩人 他蓋鼻木魚 對 然後他蓋鼻木魚在兩邊 你要把兩個怎麼蓋在那裡 蓋在那裡 所以說你來台灣 政治實施政治 你來用這種研究 台灣人的舊習慣 制度是安全的 所以他來的時候 開始都是做調查 調查台灣人的生活習慣 制度安全 了解你這種魚 他說你那兩種魚 那些文官 只要蓋上去 那種文官 他就把它關掉 沒辦法了解這種制度 是 他也會壓到這種人 要適度尊重台灣人 就對了 你必須要適應 他這個生物學 你像說他在朝鮮的時候 他就不會用這補 他就把狗壓下去了 所以韓國人 分日本人 很痛恨 事仇 事仇 所以這就是 我要請教 是怎麼台灣人 老實說比較老一輩 對日本人 我感覺有好感 是 分路 八菊 對日本人 我們有強盤 就像是 高尚 會 是 觀醒 從